第二十三章,天神宫的目标 门派 李骏和一旁的杨东都是心中一惊 师父,你是说,青虎岛 杨东双眸中掠过一丝寒光 腾青山点头道 我回到九州以来,真正和我有仇怨的 只有羽皇门,摄日神山,以及青虎岛 不过羽皇门和摄日,神山都家大业大 还不会如此愚蠢 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动手的可能 不过,最大的可能是青虎岛余孽想要报复 青虎岛余孽 洪武和洪灵姐弟二人,都有些发懵 他们出生之时,青虎岛早就覆灭 对于青虎岛,他们自然感受不深 青虎岛余孽,李骏咒没到 当初青山你杀死瞎子监圣后 青虎岛的精英们就直接崩溃了 四散开去,许多高手并没有被我们杀光 如果青虎岛众多高手聚集在一起 这股力量的确惊人 阿东 腾青山猛地喝道 师父 杨东连应道 给我传令下去 这宫羽能躲了一年 在幽州肯定有他的帮手 给我咬 查出宫羽这一年来和哪些人接触 到底属于哪一方势力 腾青山眉头一皱 而且 当初秘密提醒我行一门的 就是在幽州境内的一名神秘先天 若不是他 我那家全一脉最起码死掉上千弟子 宫羽躲在幽州 这神秘先天也在幽州 这幽州 定有大秘密 给我狠狠查 还有 在整个九州大地 让那些潜伏进青虎岛余孽之中的人 想方设法 查探出青虎岛余孽 是否有什么阴谋 腾青山郑重道 行一门如今乃是九州大地上 势力极大的一个庞然大物 在青虎岛余孽中 也是有着暗线 是 师父 阳东宫尽应命 腾青山心中杀鸡引线 心中暗道 青虎岛 你们这些残余弟子 本想放你们一马也就罢了 不过 若是你们真的在背后 阴谋要报复 那就是你们找死 当初的守恶瞎子剑圣 被自己杀掉 而古庸则是 满天下也找不到 对于青虎岛其他人 腾青山本没多少杀意 可是 敢阴谋对付自己 那绝对不能留 五天之后 夜晚时分 腾青山书房当中 长老宗璐 亲自赶来禀报 门主 幽州那边有消息了 宗璐捧着厚厚一叠纸张 这些都是有关那公寓 这一年来 查出来的各种事情 大小事情 进阶记录在案 腾青山看了那厚厚一叠 眉头微皱 自己若要看 恐怕要看大半夜 当即道 宗叔 你们从这情报中 到底查出来什么 直接告诉我 是 宗璐恭敬快速说道 我们在幽州 查出来和公寓 有过接触交往的人 有十八人 这十八人当中 除了四人没有可疑外 其他十四人都很可疑 我们当即 派人要将这十四人都抓住 不过 当我们的人赶到时 这十四人都已经死了 都死了 腾青山一惊 对 不但这十四人死了 连他们亲人也都避免 宗璐回答道 腾青山不由道西一口冷气 这背后 要暗算对付自己的势力 的确够狠 竟然为了不暴露 连自己人 包括那十四人的亲人都杀光 毕竟 死人是不会开口说话的 查公寓的线索断了 宗璐恭敬道 门主 我们现在只能判定一件事情 这公寓当初潜入我行一门学权法 之后 将权法外泄 的确是栽赃陷害 因为他这藏匿的一段时间以来 生活一直都很朴素低调 而且也很少去人多的地方 显然背叛行一门 并非为了钱财 为了名利 腾青山点点头 一切可以确定 在公寓背后 的确有一个大的势力 在虎视单单针对着自己 好了 东叔 没事你回去歇息吧 腾青山说道 是 宗璐恭敬退去后 腾青山独自一人在书房当中沉思许久后 当即传音让李俊过来 青山 什么事 李俊笑着步入书房 小俊 你马上让刀池去一趟蛮荒 将小青请过来 从今天开始 我行一门必须戒严 同时 我也会让小青 长期待在复原山 腾青山郑重道 这么严重 李俊大吃一惊 嗯 可惜 腾青山摇头道 那幽州并非我行一门地盘 而是天神宫的地盘 我行一门在那边人手有限 虽然我知道 这股势力肯定有不少人潜伏在幽州 可是不管如何 我行一门 也不能欠着天神宫多大的人情 腾青山不想让天神宫的人帮忙 这天神宫 我们还是离他们远点 腾青山说道 嗯 我也感觉 现在天神宫越来数危险了 李俊点头道 原本他们军队在幽州集结 我还以为 他们会对雪阴交动兵 可是谁想到 青州幽州两地精英军队集合 穿越数千里地 进入大草原当中 又和大草原的精英军队集结 如今都已经到了大草原的最南边 开始进入沙漠了 腾青山点点头 是啊 这天神宫还真敢做 自从两年前 这天神宫逐渐调遣军队开始 缓缓集结青州 幽州精英军队过百万 之后和大草原精英军队会合 一路行军过万里 如今进入浩瀚的沙漠 万里沙漠 那可是生命禁缺 沙漠当中严重缺水 而且 马匹在沙漠中 速度快不起来 加上沙漠实在太大太大 行军难度极高 很显然 这天神宫是想要穿过万里沙漠 绕到西域诸国 而后沿着黄金之路 再沙向摩尼寺 腾青山忍不住感叹一声 期间所需要的食物和水 都是极多极多 幸好这天神宫只是派出精英军队 三地加起来 大军也就一百多万而已 以天神宫地盘 控制着近十亿子民 这一百多万军队 绝对是精英 九州大地上 最强大的两个宗派火兵 李俊微微一笑 自从天神宫大军在沙漠边集结 九州各大宗派 就明白天神宫的意思了 除了攻打摩尼寺 没第二种可能 其实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办法 灭掉银氏家族 经过雍州 而后杀入摩尼寺的戎州 梁州这两州之地 不过银氏家族所在的雍州 有着三千里秦岭 想要攻破难度太大 这天神宫 显然不想和银氏家族为敌 宁可绕到万里沙漠 当初 天神宫的打算 肯定是灭掉青湖岛 再灭掉摄日神山 如此 即可攻打摩尼寺 滕青山忍不住说道 对 这条路线 是三条路线当中 最轻松的一条 青湖岛和摄日神山 实力都较弱 李俊点头 滕青山淡然一笑 这裴三 又要去攻打摩尼寺 这事情 就让摩尼寺慢慢苦恼吧 跟我们无关 现在 我得查清楚 到底是谁在背后 算计我行义门 接下来的日子 一条条情报 不断送到行义门 送到滕青山桌上 不过 这些情报价值都不高 根本没查出 这青湖岛淤孽 有什么特殊阴谋 我便已不变应万变 看到底是谁 在算计我 滕青山坐镇大阎山 不死凤凰小青 和六族刀池 也在大岩山 根本无拘任何人 九州大队 迎来了诡异的一段平静日子 天神宫大军 正在浩瀚的万里沙漠中 缓缓前进 而九州大地当中 却没什么大的动静 大岩山 行一门 轰隆隆 东华院滕青山的炼功房 两扇大门轰然拉开 滕青山走了出来 如今整个东华院 便是一片银白 地面上都是鸡血 青山 李骏迎了上去 滕青山看着李骏 无奈摇摇头 我总觉得 自己离洞虚之近很近 可是每次闭关 却总发现 自己还是有所缺陷 每次都略有些感悟 略有些提高 滕青山也很无奈 就好像 前面已经看到 一座高山了 可是 怎么赶路 山还是在前面 看得到 却够不着 不过不能急 滕青山摇头 就像我师父 他所悟的道 乃是生之道 苦悟到如今 依旧未达成 诸葛宗主 是心气太高 李骏摇头道 他完全可以将 物之道悟透 可他就是不干 反而一心要想 将整个生之道悟透 一举就能掌控 五成天地之力 诸葛元洪 和坐镇归元宗的 穆涛 关系极好 自从知道端木大陆 端木雨 初次踏入虚境 便掌控五成天地之力 诸葛元洪 在宗派有 穆涛坐镇的情况下 也静下心欲 要一举悟透 生之道 师父这样做 也有好处 他未踏入虚境 如果就能 一口气感悟生之道 那以后 感悟天道 将会轻松很多 滕青山一笑道 滕青山这次出关后不久 负责情报的 宗陆长老就赶来了 此时 滕青山和李骏正 香段坐 在客厅内 一起吃午饭 大 大 大 踏着积雪 宗陆迅速走过来 宗书 滕青山笑着 走到客厅门口迎接 门主 知道你出关 我就立即赶过来了 宗陆立即从怀里 取出一叠纸张 第24章 见面 是关于玲玲的 宗陆说道 玲玲的事 滕青山转头和旁边走来的 李骏相视一眼 便伸手接过这一叠纸张 宗书 你就先去忙吧 这情报 我们会慢慢看 关于女儿红灵的事情 滕青山和李骏都是很重视的 两天后 大岩山行一门 东华院中 爹 娘 一身尽装的红灵 飞奔在自家院宅内 老远便高声喊了起来 一脸兴奋笑容 地面上虽然都是鸡血 可是红灵飞奔起来 却依旧快得很 直接冲进了中庭院当中 玲玲啊 你就知道你爹娘 都没喊一声爷爷 头发已经有不少银丝 精神却很是不错的滕永凡 笑着说道 旁边的袁兰 也宠溺看着自己的孙女 玲玲啊 快一个多月没见你了 嗯 又长标志了 不知道哪个小伙子 有夫妻到咱们家玲玲啊 爷爷 奶奶 红灵立即很甜地喊两声 滕永凡 袁兰夫妇二人满脸笑容 连连点头 爹 滕青山一笑说道 现在玲玲 可是有了一中人了 哦 谁啊 滕永凡和袁兰 都是吃了一惊 连惊喜看向红灵 红灵摸摸鼻子 看了看滕青山 爹 是弟弟告诉你们的 我可还知道 那个走运的小子 叫樊安然 玲玲 我说的对吧 滕青山微笑道 旁边的李俊 更是笑着说道 我可是听说 我的女儿 跟这个叫樊安然的 可是光天化日之下 手牵手一同坐船游壶呢 红灵的脸 羞得通红 都手牵手了 滕永凡大吃一惊 这九州大地上 男女之间是不轻易牵手的 就算当初在归原宗 滕青山和诸葛青 也从未牵过手 更别说 光天化日之下牵手了 这意义可非同凡响 这个樊安然 哪里的 滕永凡忍不住问道 安然他是归原宗弟子 现在是黑甲军的一名都统 红灵老老实实交代 滕青山和李俊相视一眼 都觉得不妙 都称呼安然了 这个称呼太亲密了吧 玲玲啊 滕青山笑道 我和你娘 还有你爷爷奶奶 都想见见这个 叫樊安然的小伙子 什么时候 你将他带到家里来吧 带家里 红灵眨巴两下眼睛 嗯 过两天就年纪了 待得年纪之后 你就将这樊安然 带到家里 让我和你娘好好看看 滕青山一笑说道 如果这樊安然 真的想娶我的闺女 可得经过我这一关 否则 我可不会答应 我可是养了快二十年的女儿了 红灵嬉嬉一笑 她很清楚她爹脾气 对贫富等等都不会在乎 只会在乎对方为人如何 嗯 好 红灵点点头 过年后 就带她来 见见爹娘 爹娘 你们可得好好敲打敲打她 夜晚 滕青山和李俊都已经睡下 青山 按照之前情报查的 这个叫樊安然的 他本身还好 可是 他爹身份有些不确定 嗯 他爹 也是在十五年前 才来到永安郡 之前 郡查是个马贼出身 其他就查不到了 这九州大地太乱 就算是行一门的势力网 要查十五年前 一个已经破灭的 马贼帮派的事情 也很难 他爹出身不够清白 就罢了 先看看这个叫樊安然的小子 到底怎么样吧 滕青山说道 如果这樊安然 经过咱们的考验 真的很不错 让他和玲玲在一起也好 而且玲玲 也早到了婚嫁的年龄 嗯 在他这个年纪 我早就和青山 你成亲了 滕青山夫妻二人 对于女儿的事情 显然很是重视 年纪很快便过去了 而红林也离开行一门 到了永安郡 永安郡 一家茶楼二楼 靠窗户位置 一名长相一般 眼神很亮的青年 正和红林相对做 这个时间来喝茶的客人很少 整个二楼 只有稀稀拉拉的三五个客人 什么 青年大吃一惊 去你家 嗯 我爹娘 要见见你 红林点头道 青年懵了一般 眨眨眼 你 你爹 我去见你爹 这青年呼吸都有些急促起来 对面的红林 不由笑了起来 他知道 他这个心上人 樊安然 是很敬仰滕青山的 其实九州大的年轻一代中 几乎绝大多数 都是在听着滕青山的传说当中长大的 放心吧 安然 我爹 不会吃了你 红林无嘴一笑 呼 这樊安然长呼一口气 玲玲 你爹啊 我去见你爹 这 这 虽然知道你爹是滕青山前辈 可是 可是从没见过也没感觉 可是 一想到要见面 我就感到紧张 比当初在归原宗的时候 选百夫长的时候 还要紧张 看你这没用的样子 在我爹面前 你可得有点男子汉气感 我爹最瞧不起软弱的人了 红林故意说道 凡安然点点头 放心吧 在你爹面前 我绝对不会给你丢脸 哼 你可得记住 如果过不了我爹这关 你休想娶我 红林直接说道 啊 凡安然一脸苦涩 红林健壮 不由笑了起来 这一对小情人 在这打情骂靠 旁边另外喝茶的人 皱眉看了看 很快就离开了 整个二楼只剩下红林 凡安然二人 准备一下 后天我们就出发 红林做出决定 好 凡安然点头 去见我爹 你得准备些什么 走 我们出去看看 能买些什么 红林起身说道 这一对年轻人 准备了些礼物 在正月二十一这一天 就来到了大岩山行一门 客厅内 滕青山 李俊 红林 以及这位带着不少礼物的 凡安然 正坐在一桌上 吃着午饭 安然 滕青山笑着 看着这年轻人 这么只吃白饭 不用我帮你加菜吧 凡安然的脸微微泛红 额头 鼻尖都是汗珠 显然和滕青山同在一桌上 极为的紧张 不用 不用 凡安然连自己加菜 爹 红林美好气瞪了滕青山一眼 安然他第一次 有点放不开吗 滕青山一笑 和旁边李俊相视一眼 初步的接触 夫妻二人对于这名叫凡安然的青年 都算得上满意 午饭结束后 安然 你跟我来 滕青山起身 就朝门外走去 凡安然一正 还不快去 红林小声连道 推了他一下 凡安然这才惊醒 连跟着滕青山离开 客厅中也只剩下李俊 红林母女二人 娘 没问题吧 红林看着李俊 现在看还不错 李俊微笑着点头 等会儿 你爹会亲自和这凡安然谈谈 如果过了你爹这一关 那你们俩的事情 就算成了 不过如果没过你爹这一关 那娘也没办法了 红林哼声道 安然一定能过爹 这一关的 知呀 滕青山推开书房房门 便走了进来 朝一旁的太师椅 走去而后坐下 而凡安然这才进入书房当中 滕青山的书房 明显比较宽敞 足有四五丈长宽 凡安然进来后 略微显得有些拘谨 安然 滕青山开口 伯父 凡安然恭敬应道 你在归缘宗 用的什么并且 滕青山开口问道 用的是枪 凡安然连道 滕青山微微一笑 右手朝外面一招 只见庭院当中 一棵大树的树枝 直接断裂 杂乱枝差 进阶被削平 而后这么一根木棍 直接飞入了书房当中 落在滕青山手中 你将你最厉害的枪法 施展给我看看 这地方 够施展吧 滕青山笑着扔过木杆 凡安然熟练地伸手接过 深吸一口气拱手道 伯父 请指点 说完后 凡安然整个人气势完全不一样了 一时间凌厉地犹如一柄利剑 只听得啪的一声 凡安然便开始施展开枪法来 凡安然的枪法极为的迅猛 每一招都是狠利地犹如野狼撕咬 一时间 整个书房内都是枪意 嗯 滕青山 滕青山 滕青山微微点头 从枪法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 这凡安然绝对是内心坚毅之辈 否则枪法不可能有如此气势 用心 用心 才能练出好枪法 同样 从枪法中也能看出一个人的部分内心 嗯 滕青山眉头微微一皱 作为 可以说是整个九州大地上枪法第一人 滕青山从凡安然的枪法中 感觉到了一丝很隐晦的暴力 这凡安然心底深处 隐藏着一股暴力之气 难不成 小时候受过折磨灾难 滕青山心中一动 安然 用你最厉害的招式 滕青山的声音突然有些诡异 隐隐带着一股奇异波动 滕青山前世的时候 本来就对催眠术有些精通 今世 如今他的神强大之极 对于催眠的原理更是明白 要催眠一个先天都未到的人 轻而易举 须知 当初 那天神山的天神 甚至于可以靠生意 影响洪天成那八万誓死如归的大军 滕青山就算不如那位天神 催眠着凡安然轻而易举 为了女儿 滕青山显然要好好查探一下 这凡安然的底 第25章 决定 听到滕青山的声音 这凡安然双眸隐隐有着血光 疯狂施展着枪法 同时喉咙中发出一声声嘶吼怒吓声 杀 全部死 全部去死 一个都逃不掉 你们一个都逃不掉 全部去死 一时间 枪法中静气四射 吃吃 五彩的天地之力 瞬间充斥在整个书房当中 这凡安然的长枪 当要攻击到书房内物品时 会自然被天地之力挡下 哼 凡安然仿佛一头野兽 喉咙中发出生生怪声 嗯 滕青山表情变得很严肃 没想到这个叫凡安然的 内心深处竟然藏有如此疯狂的暴力之气 本来滕青山以为 这凡安然就算心底 有悲伤有仇恨 或许不会太强烈 可是现在看起来 这暴力之气强大的惊人 怪事 怪事 这凡安然说要杀人 全部杀死 到底要杀谁 还有 之前在我面前 表现得很朴素 心底也比较善良 可是心底却隐藏如此暴力之气 一个人外表和内心反差 怎么如此之大 滕青山心底已经否定了这个叫凡安然的青年 内心和外表就算有区别 也不应该太大 戴着面具生活 很正常 可是像凡安然这样 反差如此大的 就不正常的 说明 这凡安然隐忍能力太强 将这一切都隐藏在内心深处 忽然外面传来脚步声 怎么了 怎么回事 滕青山朝外面看了一眼 李俊和玲玲都赶过来了 这也是滕青山故意没隔绝声音 让女儿亲眼看到 这凡安然疯狂暴力的一面 这 红林惊愕 看着眼前一幕 不敢相信 疯狂犹如野兽的男子 就是他的心上人 安然 红林猛地喊道 这一声喊 仿佛一桶凉水浇在这凡安然身上 令凡安然豁然惊醒回来 我 我怎么回事 凡安然有些慌乱 安然 你刚才到底怎么了 怎么了 红林有些惊乱 而凡安然 则是看向滕青山 红林也转头看向他爹 连焦急问道 爹 爹 刚才安然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然怎么会变成刚才那样 爹 你快告诉我 滕青山看着女儿红林 没干什么 只是 让这凡安然的内心深处 表露出来罢了 随即冰冷的眼神 看着凡安然 凡安然感到自己瞬间如坠冰枯 惊恐 滕青山瞬间捕捉到凡安然这个眼神 他在惊慌 惊慌什么 惊慌他的失态 还是害怕他内心深处什么东西被我发现 伯父 你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我刚才怎么了 凡安然看着滕青山 随即连转头看向红林 凡凡 我刚才怎么了 你刚才一副要杀人的样子 跟发疯的野兽一样 红林担心道 旁边李俊就没看着凡安然 年轻人 滕青山淡默道 你能解释 刚才为什么那样 凡安然看了看滕青山 又看了看一脸担心之色的红林 深吸一口气说道 凡凡 我实话和你说了吧 我爹 他过去并不是一个铁匠 其实 他过去是一个马贼 而我 则是马贼的儿子 马贼 红林一正 滕青山眉头微皱 其实这一点 他早查出来了 嗯 凡安然微微点头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是在马贼窝里的 凡安然似乎陷入回忆当中 虽然在马贼窝里 可是那些叔叔伯伯 对我都很好 不过 就在我七岁那年 我爹他所在的马贼帮派 遭到另外一个帮派的猛攻 凡安然身体微微一颤 在那一次灭顶之灾中 我爹他们帮派完了 都完了 大当家 还有诸位大伯们 叔叔们 一个个死的死 逃的逃 还有我娘 凡安然咬着牙 一开始 娘他就被箭矢射杀了 马贼窝里其他的女人 或是被杀 或是被掳走 而爹 当时也是带着我 仓皇而逃 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后来 我和爹 来到了永安郡 爹当初在马贼窝里 就经常帮忙打造兵器 有一份打铁的手艺 靠着这份手艺 在永安郡扎下根来 凡安然双模隐线狠色 不过当初害死我娘 还有叔伴们的那个马贼帮派 我一直想着报仇报仇 可是 后来我才知道 就在我十岁那年 那个帮派就被另外一只帮派给灭了 我想报仇 都没地方报啊 凡安然痛苦的身体发颤 别难过了 红铃连过去 拉着蓝安然的手 凡安然向红铃露出感激之色 年轻人 腾青山声音响起 伯父 凡安然看向腾青山 这件事情 并非丑事 你为何一直隐瞒 腾青山淡然看了他一眼 凡安然苦笑道 来到永安郡 我爹后来想方设法 将我送进归原宗 归原宗内大多数弟子 或是富家出身 或是一些乡下出身 他们对于马贼强盗都瞧不起 如果让他们知道 我爹是马贼 我肯定会被瞧不起的 小时候 我不想被人瞧不起 所以一直没说 时间长了 也就不想说了 安然 红铃想到自己的生活 再想想樊安然悲惨生活 不由于家倾向樊安然 爹 行了吧 红铃有些不满 看向腾青山 让安然去休息吧 腾青山吩咐道 目送着女儿和那樊安然离开 腾青山脸色沉下来 书房当中 只剩下腾青山夫妇二人 青山 怎么样 李俊询问道 不适合 腾青山摇头道 一个正常人 如果小时候遭受如此大的困难 七岁遭受劫难 他八岁进入归原宗 你说 他应该是怎么样的 李俊一正 说道 嗯 那么大的灾难 他年纪又小 应该 应该脾气怪异 或者冷漠孤僻吧 可是情报上调查 这个樊安然 从小进入归原宗 一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孩子 非常听话 而且和师兄弟们相处得极好 提到樊安然 他的师兄弟们都嘖嘖称叹 腾青山一笑 刚刚经历大灾难 一个孩童加入归原宗 却能如此听话 和师兄弟关系又好 你说怪不怪 李俊微微点头 而且就刚才在书房里 以我的经验 感觉 这樊安然 应该还有事瞒着我们 腾青山摇头 这样的人 和林林不适合 傍晚时分 爹 你说不适合 晚饭过后 一家三口正在一起 听到腾青山的话 红林一下子愣住了 对 腾青山点点头 这个樊安然 里外不一 不适合你 什么叫里外不一 红林一下子怒了 气得胸口起伏 安然他从小遭了大难 娘都死了 他心中当然痛苦 仇恨 他却一直只能埋在心里 不敢和人说 这次爹你 将他内心深处仇恨引出来 就已经很不好了 爹 你还说 安然里外不一 腾青山眉头微皱 旁边李俊连道 林林 坐下 怎么和你爹说话的 红林深吸一口气 又坐了下来 林林 腾青山平静地看着女儿 你如果相信爹的话 就不要再和 这个梵安然来往 爹 红林有些痛苦地 看着腾青山 在红林心中 他最崇拜的就是他爹 他小时候 就听着腾青山的 传说故事长大的 虽然有时候调皮 可是腾青山说的话 只要是认真提出的事 红林绝对不敢违逆 可是这一次 是关系到他这么大 第一个喜欢的人 爹 不要 红林眼睛都有着泪水 这凡安然不适合你 如果要证据 一年之内 我将证据找来给你 腾青山说道 现在 和他断了来往吧 红林没有吭声 沉默许久 爹 我去睡觉了 红林直接离开了屋子 腾青山看着红林离去 不由皱起眉头 对于说服女儿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是好 李俊也是一脸担心 第二天黎明时分 天还没怎么亮 东华院内 红林的闺房中 腾青山 李俊二人都走了进来 玲玲离开了 你不拦住他 李俊皱眉不满道 腾青山摇头 只向不远处梳妆台 昨夜 玲玲是在梳妆台前 整整一夜 她没睡 玲玲这孩子我知道 固执得很 我硬拦是拦不住的 她要走 就让她走吧 有小青在暗中跟着 不会出事 昨夜 腾青山同样没有休息 她在时刻感应女儿所在方位 猜测女儿的心思 嗯 李俊走到梳妆台前 这里有两封信 青山 这封是给你的 还有一封是给我的 腾青山接过信件 父亲大人亲起 腾青山打开信封 取出里面纸张 这一看 腾青山心中一颤 纸张上依旧能看到泪痕 一共整整两张 看着看着 腾青山脸色就愈加难看 最后甚至于苍白 怎么了 李俊过来 然后一看腾青山手中信件 这一看 也不由气急到 这孩子 怎么能这么说话 青山 别生气 玲玲也是头脑发热 才写这话的 李俊连道 腾青山低头看看信件 心中一痛 随即苦笑摇摇头 我也想看看 到底是我识人错了 还是我女儿眼光更好 第二十六章 拜祭 爹 从小时候 直到这件事情之前 女儿直觉得 爹你是最英明的 而且过去爹你 还和女儿说过 将来女儿嫁的人 不问出身 只问这嫁的人为人如何 只要为人不错 爹你就会同意 还说 绝对不会像其他的父母一样 强行为儿女定亲事 可是女儿今天才知道 和其他父母一样 在爹你这 也是婚姻大事 父母做主 你说安然为人 可是 在归原宗认识安然的 有成千上万人 可有几个说 安然为人不好的 难道 归原宗成千上万人的 眼光都错了 你女儿和他认识近一年 眼光也错了 爹却只和他相处半天 就认定他不适合女儿 女儿也明白了 爹你肯定是 在知道安然是马贼出身 认为你堂堂行一门开山祖师 堂堂那家全一脉创始人的女儿 竟然和马贼儿子成亲 这丢你的脸 对不对 爹 别不承认 女儿也知道 越是强者 就越是重视脸面 女儿能理解 或许女儿的幸福 也不及爹的脸面重要 当年 娘她为了幸福 和爹你飘扬过海 也不后悔 如今 我为了幸福 也甘愿 去和马贼的儿子成亲 女儿 红林留字 这封信中 字里行间都存着愤懑不平之气 显然 滕青山强行让她和樊安然断绝来往 令红林心中很是痛苦 很是愤怒不甘 沉浸在爱情中的女人 的确是不理智的 她甚至于只认为 滕青山 是因为脸面才这么做 滕青山看地 也是心中难受 这个从小 她宠溺的乖女儿 没想到会这么看自己 小郡啊 看到了吧 玲玲在学你呢 说你当初不惜一切 飘扬过海追求幸福 她也要去追求她的幸福 滕青山看了看妻子 这孩子 完全昏了头了 李俊摇头 青山 玲玲说的这些话 别往心里去 怎么能不往心里去 从小韩在嘴里怕话了 捧在手里怕摔了 滕青山小时候 对着红林的确很宠密 而且他一直认为 女儿就要宠 儿子要求要严格些 滕青山为这女儿 的确是没有一丝其他念头 可谁想到头来 和男人跑了 将老爹给扔了 这个时候的玲玲 是没法劝的 滕青山虽然心痛 却摇头道 只能让她碰碰壁 她才认清人 我有八成把握 这个樊岸然是在伪装 只是伪装得很高明罢了 滕青山前世是干什么的 当杀手的 精通的就是伪装 这个樊岸然和滕青山比 还差些 不过人心隔肚皮 滕青山也只能说是八成把握而已 幸好 我让小青跟着 滕青山微微放心 不过青山 你和小青说的 是不是太狠了 李俊皱眉 狠什么狠 胆敢威胁到我女儿的 自然该死 滕青山心中 是绝对不容许任何人 伤害她亲人的 李俊一笑 不过 如果青山你这次看走眼 我看走眼 滕青山自嘲一笑 如果真这样 就好了 被女儿嘲笑几声 能让女儿开开心心 怕就怕 我没走眼 驾 驾 两匹青踪踏雪马 飞奔在关道上 在两匹踏雪马上 正是樊岸然和红林二人 其实这些年来 不死凤凰小青 麾下是有着好几只飞禽 妖兽足落的 所以在大阎山 也有十余透飞禽类 妖兽待着 这些飞禽类 妖兽虽然实力不强 可是速度却极快 一般红林和红五姐弟二人 来回大阎山和永安郡 都是乘坐飞禽 速度快 且安全 不过这次 红林是赌气 骑马就出来了 零零 慢点 慢点 樊安然在后面追着 而红林却是策马飞奔 一个人在前面跑得飞快 自从离开大阎山后 红林心底就痛苦得很 一开始是憋了一肚子火 他心中过去 腾青山的光辉形象崩塌了 原来他爹和其他人父母一样 如此霸道地干涉女儿轻视 爹 你真的很让人失望 红林在心中喊道 马速也终于降下来 零零 零零 蓝安然终于追了上来 干什么 红林看了他一眼 樊安然却是露出了笑容 零零 我知道 你爹不喜欢我 不过你 还是跟着我一起出来 谢谢 红林破涕微笑 瞪了他一眼 随即露出一丝笑容 算你有良心 哎 本来我想 你爹能喜欢我的 不知道 怎么会变成这样 樊安然显得有些苦恼 算了 我爹的心思 你怎么能猜透 红林摇头道 不过 安然 你可别辜负我 红林死死盯着他 不会的 樊安然轻声笑道 哼 你辜负我 我就杀了你 红林故意哼道 你可不是对手 好好 好 大女侠 小声怕了 樊安然故意求饶 红林不由发出开心的清脆笑声 笑声回荡在官道两边 两棋以惊人的速度 迅速朝西南方向前进 而在这两棋上方 大概两三千丈处 一团模糊的只有五六丈长的云团 也在缓缓移动着 在这云团内部便是全身火红的不死凤凰小青 小青能轻易透过云团 看到下方的两棋 甚至于能看到红林马匹上的那只白色小鸟 自从红林和樊安然 回到永安郡归原宗后 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他们的情报 被送到滕青山的书桌上 滕青山是无时无刻不关注着女儿 不过 一切都很平静 转眼 已经是烟花三月 永安郡郡城内 一家很普通的院落内 正是樊安然的家 老樊叔 红林笑眯眯的拎着一篮子水果 丫头 你来了 还买水果了 有点银子 不如买点好酒呢 你说我最喜欢喝酒了 一身酒气的一个糟老头 瞪开满是血丝的眼睛 嘀咕一声 努力晃悠着战气 爹 你怎么又喝酒了 而且喝了这么多 樊安然有些不满地说道 呵呵 这糟老头摇摇头 没怎么 就是想到你娘了 安然啊 还有半月 就是你娘的忌日了 你准备一下 随我出城去拜祭一下你娘吧 嗯 蓝安然点点头 这糟老头晃悠着 走进自己屋子 安然 你要去拜祭你娘 什么时候走 红林询问道 再过七八天 就该走了 樊安然叹息道 我娘的坟墓 其实是衣冠种 坟墓的地方 靠近当年我小时候生活的马贼窝 是在延州境内 永安郡虽然是扬州境内 最靠近延州的一郡 可是这赶路过去 也是要有四五天功夫的 提前一点最好 此刻的樊安然 显得有点伤感 嗯 红林也点点头 凌凌 樊安然忽然眼睛亮起来 你说 要不你和我一起 去拜祭我娘好不好 我娘 如果能见到你我 一起去拜祭她 看到我老樊家的儿媳妇 娘她在地下 也一定会很开心的 儿媳妇 红林瞪了她一眼 樊安然却厚脸皮一笑 到时候一起去拜祭我娘 好不好 我 红林一正 有些心动 又摇摇头 不行 爹不允许我 乱跑 和我去拜祭我娘 也是乱跑 樊安然有些生气 随即摇头一探道 好吧 算了 不去就不去吧 安然 不是的 红林心中挣扎一下 随即做出了决定 点头笑了起来 好吧 安然 我陪你去 我也想去拜祭拜祭你娘 真的 樊安然显得有些惊喜 当然 怎么了 这么惊讶 红林得意一笑 谢谢 樊安然 樊安然抓住 红林的手 感激轻声说道 红林脸微微一红 没挣扎 任凭 樊安然握着 而此刻 归原宗当中 某一府邸内 不死凤凰 正趴在那 领域却时刻感应着 红林所在位置 三月二十八这一天 红林和樊安然 以及樊安然他爹樊巫童 早晨一到离开了永安郡 而在傍晚时分 扬州 南兴郡境内的一座小城 新安城中的一座普通府邸内 一名银发老者 正迅速地朝府邸深处跑去 沿着走廊 院门等跑了一会儿 便来到了一座幽静的小院内 这银发老者 在小院门前的时候 不由屏息 酝酿一下 才恭敬喊道 大人 永安郡的秘姓 进来 低沉声音传出来 银发老者这才小心推门而进 只见这庭院当中 站在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 赤着脚 穿着麻布袍 披散着长发 整个人有着一股诡异的魅力 最特别是 他脸上戴着一张金色面具 嗯 下去吧 神秘金色面具男子 接过秘姓后挥手道 是 银发老者恭敬退下后 这神秘金色面具男子 才打开了秘姓仔细看去 金色面具覆盖之下 根本看不清他的表情 可是他看着看着 却突然发出了怪异的笑声 躲过一次 两次 腾青山 我看你怎么躲过这第三次 第27章 图穷笔现 3月28 傍晚时候 大岩山行义门内 一头体型娇小 只有拳头大的绿毛鸟 仿佛一刀利剑 从西南方向急速俯冲 飞进了行义门当中 某一个他们已经习惯居住的某一府邸中 这府邸内 立即有行义门弟子跑到鸟儿旁 从这鸟儿腿上 取出了密封在小竹筒内的密信 这竹筒上 有着三道金色剑痕 三件密信 这弟子吓得一跳 这是行义门内等级最为高的密信 一般密信 是让棕路长老麾下负责的几人经手查看 而最高等的密信 是直接承送给棕路长老的 赶紧得禀报长老 这名青年弟子 立即飞奔着朝棕路索再处赶去 片刻后 东华院内 腾青山正在一片空地上研究着拳法 因为一直关心着女儿的事情 腾青山根本没法一闭关 就是一个月 门主 门主 外面传来棕路长老的声音 呼 腾青山收拾 缓缓呼出一口气 棕说 什么是这么结 腾青山笑着转头看去 只见棕路长老脸上满是急色 连奉上手中密信说道 门主 大事不妙 这是永安郡那边 刚刚送来的密信 密信上说 林林他 林林他离开了永安郡 什么 腾青山一惊 林林离开永安郡干什么 腾青山当即从棕路长老手中接过密信 打开来仔细看 棕路长老没有开口 看着密信 腾青山脸色也变得难看 跟樊安然和他那个叫樊乌桐的爹 离开永安郡 据估计是去拜祭樊安然他死去的娘 腾青山心中很是恼怒 这事情似乎是很理所应当的 可是当年腾青山早给女儿 儿子下过命令 暂时只允许在大阎山 永安郡两地待着 不允许轻易外出 如果真的要到别的地方 必须经过腾青山同意 一直以来 女儿和儿子都做得很好 可是 现在女儿根本没通知自己 就跟着樊安然一道出去了 腾青山明白 很显然 女儿是在和自己赌气 同时也说明了一点 女儿的确是很信任这个叫樊安然的青年 我这闺女 一点没过去的机敏尽了 腾青山摇头道 门主 玲玲她这么出去 我担心那阴谋 对付我行医门的势力 会出手 宗路长老有些焦急地连到 玲玲的性命可大意不得 若真的被那势力给捉住 那就麻烦了 放心 腾青山眼眸中掠过一丝寒光 如果那股势力真的显身 倒是好事 这次 我早已经让小青一直跟随着玲玲 保护好玲玲 如果玲玲真的陷入危局 说不定借此还能找到这股背后的势力 亨多 敢一而再再而三地设计我 如果还想动我女儿 我一定会将其连根除掉 腾青山最恨的 就是威胁自己 亲人生命的敌人 慢慢看着就是 如果真的是拜计这 凡安然他娘 就算了 如果背后有阴谋 我就看看 背后到底是谁 腾青山双眸寒光一闪 右手情不自禁一用力 手中的那封密信 直接化为了碎墨飞灰 三月三十 这天傍晚时候 驾 驾 只见严州境内官道上 三匹骏马正撒着蹄子飞奔着 一路过处 见起窜窜灰尘 玲玲 这天色已晚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我看 今天咱们就在周围什么地方 勉强住上一宿吧 凡安然背负着一杆长枪 骑着马和红铃并行着 嗯 红铃看看天色 太阳早已经下山 天色昏暗 显然快天黑了 安然 这样吧 我们就在前面路旁的荒地上 休息一夜 好 凡安然笑着点头 回头看向身后骑着马的凡巫童 喊道 爹 我们就在这歇息吧 嗯 那遭老头应了一声 只听得一阵马嘶声 三匹骏马便在不远处的荒地当中停下 先是将三匹骏马扣在旁边的大树上 唉 这凡巫童老头 甩动两下手臂 摇头晃脑道 年纪大了 没想到这才赶路第三天 颠簸得整个筋骨都酸疼 想当年当马贼那会儿 可是天天在马上 老了 这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 说着 凡巫童随意地坐在一片杂草上 玲玲 爹 吃点东西 凡巫童 凡巫童将包裹打开 放在荒地之上 这包裹当中带着不少吃的东西 玲玲 今晚就将就一下 凡巫童笑着说道 没事 等会儿有机会 说不定周围能打两只野鸡啥的 红铃眼睛朝四周看看 眼珠滴溜溜一转 显得很是调皮 凡巫童看看四周 这里荒郊野外 想找到野鸡 还真难 说着 他啃了两口面饼 随即从腰间取出了一水壶递给红铃 笑道 玲玲 哎 喝点水 赶路这么长时间 没喝水 嗓子都快干了吧 嗯 是干得难受 红铃故意咳嗽两声 凡巫童不由呵呵一笑 你们聊 我到一边去 那凡巫童老头眨巴两下眼 走到了旁边 红铃和凡巫童 这两个年轻人相视一眼 都黑黑一笑 红铃随即抓起水壶 仰头便喝 鼓鼓那白赞的脖子 让凡巫童看得有些失神 红铃喝水的声音 在他耳中是那么的明显 哎 凡安然常常叹息一声 安然 叹什么气 跟个老头似的 红铃放下水壶 一抹嘴角 笑嘻嘻说道 没什么 只是有些难受而已 凡安然随手接过水壶 低头看看水壶 随即又看向红铃 目光显得很特殊 时而有着一丝伤感 时而爱怜 时而愤恨 红铃一正 这么看着 我干什么 怪吓人的 嗯 红铃面色忽然一变 眉头一皱 安然 红铃连对凡安然急切道 别喝水 这水壶里的水不对劲 有毒 说着 红铃整个人脸色 都隐隐苍白起来 是有毒 凡安然淡然说道 低头看看手握着的水壶 随即摇头一笑 随手一扔 水壶划过一道弧线 而后坠落在荒地上 鼓鼓水壶中的水不断流出 这毒名叫软骨散 喝下去死不了人 不过 整个人手脚都会软弱无力 内径也无法掉动 连个孩童恐怕都打不过 凡安然站了起来 而远处的糟老头 凡无私也站了起来 原本显得浑浑噩噩的糟老头 一下子整个人精神都不同了 变得彪悍很多 软骨散 红铃死死盯着凡安然 这个看起来并不俊俏 只是略显清秀的朴素青年 就算是傻子 到了这个时候 也该明白了 安然 安然 为什么 为什么 红铃直到此刻都不敢相信 这个傻姑娘 旁边的凡无童老头 低头看了一眼红铃 吃笑一声 疼红铃 你要怪 就怪你爹吧 怪我爹 红铃摇摇头 依旧盯着凡安然 安然 你告诉我 告诉我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过去和我说的话 全都是假的 此刻 虽然全身软弱无力 可是红铃就仿佛 发怒的一头的狮子 恨恨地盯着他 长这么大 唯一喜欢的男人 腾红铃 凡安然看着他 摇头一笑 我对你没多少仇恨 不过 也没多少好感 我对于一个 令我家破人亡的仇人女儿 实在是生不起一丝爱意 腾红铃心中冰凉 仇人女儿 生不起一丝爱意 就算知道了 是凡安然下的毒 可是腾红铃依旧不敢相信 之前一年 都是作戏 必须得承认 腾青山就是腾青山 九州大地都了不起的大人物 我自认已经做得够好 就连我义父 都根本看不出一点破绽 可是腾青山却能看出破绽来 凡安然淡然一笑 可惜啊 再英明的人物 生出的女儿 却不一定聪明 义父 通知他们吧 凡安然说道 蓝巫童老头点头 很快从他包裹里 取出一响剑 吃吃 点然后 咻 想见破空飞起 发出刺耳的声音 安然 安然 你 你怎么会 红铃不敢相信 你是归原宗弟子啊 你怎么会 他怎么都不敢相信 一个从小生活在归原宗的青年 一切竟然都是假的 十五年 我和义父 在永安郡伪装了十五年 不对 准确说是义父伪装了十五年 而我 伪装了十年 在十年前 我知道真相后 我凡安然就知道 我到底该怎么做了 凡安然目光伶俐 他当初加入归原宗开始时 的确没有伪装 因为那时候 他根本不清楚他的身世 后来 才知道 我和我义父 这十五年 为的就是这一天 能捉到你 够了 凡安然双眸中 光芒吓人 不 不 红铃依旧不敢相信 之前还和他那般甜蜜 甚至于他都准备嫁的男人 一瞬间竟然变成这样 这是噩梦 他不愿意相信的噩梦 嗯 人来了 凡安然 凡巫同二人 摇看官到远处 已经隐隐有马蹄 震动传来 这凡巫 呢 祝我